好 各位观众 从消防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整辆德国进口轿车已经深陷在浓烟烈焰当中 这系火照车发生的位置在国道2号西向8.1公里处 这里已经快要抵达桃园国际机场 今天上午9分39分 桃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 说证明驾驶开在路上突然发现车体冒烟 赶快靠边停在路间以后下车逃开 分别从两个中队赶来的救援人员抵达的时候 车辆已经燃烧当中 虽然火势很快在三分钟之内被扑灭 但整辆车已经烧得只剩交回的骨架 目前气货原因跟灾损还在调查当中 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